今天我們想介紹一下如何用iPad和FoTV 將iPad上的畫面紅線投射在Projector上 其實是想方便老師教學的 因為不用被線去阻礙那個大學 我們首先學會如何開FoTV 正常來說電腦的螢幕就是出這個畫面 我們首先要轉個Source Projector Remote寫出HDMI 我們按一按 正常見到一個藍版面 是Apple TV未開的 我們要再用Apple TV的遙控器 就是銀色的 銀白色 我們對著Apple TV 已經裝在Projector上 可能看得不清楚 不過不用了 按一按開關鍵 再按一按 你會看到會出現這個Menu 這個其實是Apple TV的畫面 基本上已經可以了 可以了 已經可以準備我們用到一個AirPlay的功能 我們會看到 我們做法很簡單 拿著iPad 我們可以按個Home鍵兩下 我們掃到最前面的眼 這樣會多了一按鍵 即是當你課學室安裝在Projector TV的時候 多了這按鍵 我們選一個合適的地方 現在是307 你會說的 記住MIRROR要On 它可能Off了 你記得On MIRROR 即是把你的iPad的畫面 Project在 果然是 Projector那裡 整個動作非常流暢 整個動作很流暢 很適合大家的 看照片 可以隨時拍照出來看 拍片也都可以 非常方便 作為一個老師 你可以在課室裡面 爬來爬去 拍照也好 寫也好 就可以把你要做的東西 直接在Screen裡做 你也可以將一班學生 將一班學生 學生可以在上面寫 全班學生 但你會發現 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這個畫面 還未鬆到最大 如果你再想要漂亮 就有一個按鈕 我們可以按這個按鈕 對 阿康就是這個 X-Bang X-Bang 2樓 X-Bang OK 我們這樣按這個就是 我們按到Y-Zoom 它會拿盡一點 漂亮一點 對 漂亮一點 那麼我們再 關燈 就會再 整個畫面都會閃光 這樣上街 就很清晰 不會有太大的鏡 再看 比如來拍照 比如來我開鏡 上課後的情況之下 要拍照 拍到學生的作品 或者作品 開鏡 可以拍照 拍照 拍照 我可以拍照 拍照 拍照 可以即時 拍照 可以即時 拍照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隨時再開出來看 好 對 這個就是 這個成果 如果你想再做多一點點事 我們可以借助其他的Apps 例如是 這個Apps 叫Skish 這個Apps 我可以直接拿一張照片出來 在上面 點點畫畫 這樣 方便老師做一些解釋 按照片 我剛才的鏡頭拍照 就可以立刻在這裡 做一個圈 或者這樣 就是 可以做一些 我們叫做Annotation 的東西 用在上面 打字 like This is a remote 好 搞定了 完全做到教學功能 是嗎 就是完全做到 就是 撿手尾 記住 用完那些Window 你再轉回電腦的信號 就要在remote 選擇 是嗎 computer 1 如果要選擇 computer 1 就可以去那個 window的畫面 對 就會出發 window的畫面 轉回computer 1 就有一個理由 這個是 這一種的remote 還有第二種remote 我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 按這個 menu menu 是 按 menu 就是二粒 對 如果是這種短身的remote 就按 menu 那你就在這裡 對 如果你轉 Apple TV 就要選HMI 回頭 就選擇 computer 1 就可以了 對 那就按這顆 短身的就是按這個 然後按 enter 按 enter 先按 enter enter就是這裡 對 enter 好 好了 麻煩你 再按 再按 不過 這個 翻轉頭簡單一點 對 翻轉頭簡單一點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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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